近20公顷的新竹左岸河滨公园基地内 俨然是一座天然的多功能运动场 在将狗狗公园迁移到头前膝桥下旁之后 这里将一口气呈现棒球场、滑板公园、多功能草坪 跟现有的垒球场、木球场 综合多种不同的运动 让所有的新竹市民都能在这里放松的享受运动 休闲的时光 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左岸棒球场 即运动设施的一个开工典礼 主要着重的就是在于棒球场 以及极限滑板公园 这个场地最重要未来在完成之后 会解决过去长时间以来 这里排水不良的情况 以及整体规划不足的一个状况 未来这个工程完成之后 不仅有棒球场 不仅有极限滑板公园 更重要的是它整体的环境会更加的舒适 那会以生态环境为优先 透过景观的设计 让市民朋友都能够更加便利 来到我们的新竹左岸 我想我们都会非常期盼 在六个月之后 工程能够如期如值的来完成 到时候提供给我们的市民朋友 更多运动休闲环境的一个选择 新竹左岸过去缺乏整体的规划 导致空间零碎 缺乏让人想到这里的动力 现在在市政府团队的努力之下 向经济部水利署争取到经费 加上试款的印注 总共将投入8200万 让新竹左岸大变身 使得沿着投前溪到南辽渔港 连接17公里海岸线 形成美丽的微笑曲线 新竹左岸棒球场 跟周边的运动空间规划 预计年底前完工 为新竹市民的运动休憩 开启新纪元 凯博新竹林保德蔡文 请财阳报道